欢迎收看今天的北美地方新闻 我是麦玉姐 新闻一开始 首先带您快速浏览 北美各地的最新要点新闻 美国防部约百名美军 参与极端分子活动 五角大厦发言人科尔比说 检视报告发信 过去一年 美军约有100名现役 与后备军人曾参与 遭禁止的极端分子活动 前总统川普支持者 1月6日攻击国会山庄 就传出有数十名退役美军参与 国防部将加强对现役军人的训练与教育 美5G恐干扰飞安 恐怕和波音表示担心 航太业两大巨波空中巴士和波音公司 对美国航空业发出警告 对于5G信号可能干扰重要的 飞航安全仪器表示担忧 根据声明 5G可能会干扰无线电的高度计 无线电高度计是什么的 新闻提发水平 本部中天中望 中立报道